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node.js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NVM node.js的版本管理利器 咱们终于可以通吃所有的node.js的版本了 是这样 到今天为止 我给您演示了所有的 关于node.js的应用视频 咱们都是在本地强制安装 一个固定的node.js版本号 其实不便于咱们的维护 对吧 版本维护以后升级了 升级不管是大版本还是小版本 咱们都需要重新安装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 让咱们可以快速的切换node.js的版本号 当然是有 这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技术 nvm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nvm包管理器 咱们来管理一下node.js的版本 好不好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了 同时 今天的课件 我都会放到我的小马部落专区 有兴趣 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好 接下来 这是一个nvm的官网 我给您简单的访问一下 现在我进的是AWS 是这样 AWS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虚拟机的 或者说是云平台 对吧 我最近正在为大家准备AWS课程 不日就会与大家见面 好 稍等 大家请看 这个是nvm的官网 是吧 全英文 虽然看不懂 但是没关系 它的使用方式并不复杂 我都给您总结出来 您看我的文档就够了 该怎么做 首先我在后端给您开了一个AWS EC2的虚拟主机 咱们今天就在这台虚拟主机上 给我给大家演示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先登录一下虚拟主机 我通过这个网址 然后我给您开了一个控制台 咱们选择它进入 好不好 进来之后咱们先清一下屏 然后干什么 咱们按 就按您就按照我的这个步骤 一步一步做 您就能够在本地管理多个node.js 最近我是非常喜欢node.js 咱们马上开始 怎么做 首先安全登录信息 加一个touch 这是安全登录信息 然后咱们本地马上通过这个curl进行安装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这个安装什么 这是安装在本地安装一个nvm 对吧 然后安装完之后 咱们如果想让nvm马上生效的话 咱们只要重新登录一下 咱们share就够了 为什么 它在咱们本地的share启动胶板里面 给咱们加上这么一段话 好不好 那咱们不手动加了 咱们退出 然后再清屏再进入 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敲 按照我的这个课件走吧 咱们敲nvmversion 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看到 咱们已经安装好的nvm的版本 那么今后您只要维护这个nvm的版本的升级就够了 nvm它在内部统一帮咱管理 好不好 咱们先看一下 我本地是没有安装任何的nvm 同时也没有安装npm 都没安装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开始 怎么安装 大家往下看 首先通过nvm ls-remote 列出咱们都可以安装哪些个nvm的gs版本 像我最常用的是12 但是最新版本是14 包括测试版1513都有哪些 咱们马上看一下 说句真心话 14我还真就没用过 为什么 我一直在用12 大家请看 这些都是咱们可用的版本 你看15也都出来 大家请看 14长约支持版 最多最多出到了14.15.4 好不好 咱们就安装这个版本在本地 好不好 怎么安装 马上开始 通过nvm空格install 过去 通过nvm install空格v 加上咱们想要安装的版本就可以 咱们试一下 清线屏 然后注意看 走 它会给咱去安装这个nodejs的版本 安装完之后 默认的版本也设成了14.15 这个地方有一个默认的 alias怎么翻译 别名的设置 好不好 那么以后咱们再系统重新启动 默认的就是14.15.4 好不好 咱们通过 先清一下屏 通过nvnode空格-v 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装是不是这个版本 然后npm看一下 咱们只有nodejs 没有npm 咱们等于什么都没有 对吧 包括npx 没问题吧 OK 那咱们等于说 在本地已经快速的安装成好了一个nodejs的14版本 比我以前给您讲的如何安装这个nodejs要简单很多 成了吗 成了 OK 然后咱们看一下 通过这个名字 大家请看 nvmls 看一下咱们本地已经安装过的版本 是这样 咱们本地可能要安装多个版本 才便于切换 对不对 那咱们先看一下咱们本地已经安装了哪些个版本 好跑 咱们试一试 清下屏 go 大家请看 咱们本地下面这个 咱们不要看 下面都是老版本了 是吧 咱们就看这 咱们本地安装的版本是14.15.4 然后咱们本地默认使用的版本是14.15.4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就安装这一个版本 同时咱们默认就使用它 对吧 为什么 大家请看 它是稳定版 对吧 好 因为我本地特别喜欢 我也用熟了 对吧 是Node.js12 那么咱们再安装一个12 该怎么装 首先咱们先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咱们远程都能够安装哪些个12的版本 好不好 马上试一下 我清一下屏 go 其实有朋友说这么一大串 我也看不清 是吧 没关系 咱们加上一个GRAPE GRAPE V12 行吗 这样今天就能看清了吧 大家请看 咱们现在12最新的版本是12.20.1 那咱们就装这个版本 好不好 好 看我的课件 这个地方我都给您写出来了 咱们再装一个版本 12.20.1 好不好 试一试 这样的话 咱们本地就拥有两个Node.js版本 同时可以来回的自由的切换 好不好 OK 安装完之后 Node的空格-V 大家请看 本地的版本就变成了12 对吧 稍等 敲错了 这不能敲 应该是NVM-LS 大家请看 本地默认的给您安装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12 一个是14 但是大家看这行 咱们默认使用的其实是14 也就是说咱们刚刚装完12 所以说它默认是可以使用12的 但是如果咱们把这个系统重启 或者说咱们重新进这个share 咱们用到的其实还是14 我能给您进一下 咱们看一下 咱先清个屏 然后退 现在的版本是12 对吧 然后我退出share 然后重新进入 进完之后 我再Node-V看一下 大家请看 变成了14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系统默认的版本 认的是Node.js14 对吧 只仅仅是因为咱们刚刚装完了12 它才会显示12 对吧 那么如何切换默认的版本呢 大家往下看 就是这个地方 通过NVM alias 然后是default default 对吧 默认使用哪本 使用哪个版本 我默认使用 那行 这地方选成了V.12.20.1 这样的话 咱们跑下面去了 这样的话 咱们默认系统就算restart 重新启动reboot 之后呢 咱们还可以使用到12的版本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为什么我喜欢12 因为12处的时间比较长 相对比较稳定 好 试一试 够 切完之后 那么我再node 大家请看 其实还是14 为什么 它仅仅是把默认选择分支 给咱们切换掉了 对不对 那么我如果想使用12的话 该怎么办 大家请看 刚才默认的地方是14 现在已经变成了12 但是当前咱们现在正在使用的版本 是这样 为大家说一下 默认的版本 是系统重新启动 或者说是您重新进这share的时候的默认使用版本 然后您在您当前的环境下 您可以自由的切换 您想使用哪个版本 系统默认版本和您使用的版本 未必一样 对不对 那么呢 在这地方可以自由的切换 我刚才的这个命令 仅仅是设置了 咱们默认详使用哪个版本 和我当前正在用哪个版本 不冲突 对不对 OK 所以说您看到的 现在还是14 对吧 那么我现在如果退出share 再进来的话 就变成12 对不对 那么有朋友说了 我想现在就想用到12 该怎么做 很简单 您用这个NVMU字命令 就可以马上使用到12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这样的话 您就不用退出share了 其实退出share也不麻烦 对不对 OK 咱们再试试 就变成12了吧 OK 那咱们退出一下 再进入share 然后咱们在node-v 大家听看 一直就是12 为什么 因为咱们现在默认设置的 NVM就是12 好不好 这个呢 就是非常简单的 控制您想要使用 当前哪个node版本的 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我找不到比这个方法 更简单的了 所以说呢 今天做视频 推荐给大家 另外呢 还有个小命令 叫做当前版本的确认 其实呢 咱们通过node-v 就能够确认 咱们当前使用的版本 但是呢 它又给咱一个小命令 叫做current 也能够确认 咱们当前正在使用哪个版本 无所谓了 您掌握这个小技巧呢 一多不压身 对吧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在Linux 今天咱们在Amazon Linux下 咱们简单的安装了一个node版本管理器 让咱们可以方便的切换 咱们想使用哪个node的版本 前几天呢 我给您讲的是够原的版本管理器 今天呢 又给您讲了一个node 好不好 都是咱们作为engineer来说 避讳的知识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要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信息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